中午吃这家 叶婆婆 啵啵鸡 创始于1980年 乐山 又是乐山 乐山好像很多美食 又是乐山 又是乐山 为什么乐山有这么多好吃的吗 那我们一起去吃一下吧 好吧 那我们就一起坐过去吧 我们现在要去吃一下正宗的翘脚牛肉跟甜皮鸭啵啵鸡 看一下正宗的味道是不是跟别的地方是一样的 OK Let's go 搞错了 说好的叶婆婆啵啵鸡还没吃呢 哈哈哈 哈哈哈 走 去拿 这个是什么 外卖的 外卖盒子 哇 哇 这么多种类 再点一点在位置上 蛋炒饭 薄饼卷 羊羔 原自乐山的乐乐鸡 波波鸡 为什么叫波波鸡 为什么叫波波鸡 为什么叫鸡 波波鸡 波波鸡 波波鸡嘛差不多了 所以我以前也以为波波鸡是什么鸡肉 又开始一轮新的吃火 每天都在吃 这个干炒饭也是推荐的 真的很好吃 特色是我们的鸡鸡鸡 很香 主要是我们下饿 有点干 有点油 有点油 它还挺香的 先吃哪个 随便你们 看到哪个是哪个 晚上在里面 这个是什么 豆皮 这个比较香 芝麻味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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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那个好像没有这么 但也要好吃的 但那个味道不一样 那天那个很想再去打开一次 那天那个很想再去打开一次 乐山有没有 这个乐山肯定是这种风格的 这个味道是靠那个芝麻圈起来的 那天那个就是 它的 底料 底油很香 真的是那个不叫啵啵啤 吧 就叫串串香 那就是 嗯 好 啵啵啵啤 都是这样的 这一点吃不下了 本次消费88元 成都由到此结束 乐山由正式开始 对 终于脚下黄线没有踩到黄线 剪完了上海啦也没有优惠 没有 可以 我们现在已经是 四川人了 四川人了 不享受优惠了 也要花3块5做和尚 笑死了 翘翔牛肉实际上就是牛的内战 哦 师傅那啵啵鸡有鸡吗 啵啵鸡怎么可能没有鸡呢 你说老婆比你没老婆 你这个话我都不好意思说 猪三甜皮鸭 老四号 星光灿灿的 油光发亮的 白火蛇豆腐脑 哇好香啊 好吃的 但有点甜 因为它上面刷那个酱黏黏的 而且还好不是很甜 很脆 好吃的 比我之前吃的甜皮鸭好吃 我觉得这一份我能吃完 看着吧 好一举 这家店招牌的豆腐脑 上面感觉像是鸡丝 然后排骨 它粘稠的 然后它中间有那个酱 如何 还挺好吃的 它比那个油条还是什么脆脆的 我还是好吃的 然后味道也比较 没有 不是没有味道 味道还挺好吃的 就是我没有吃过这样的味道 我觉得还可以 挺好吃的 嗯 但也就是我吃过最贵的豆腐脑 因为它里面东西多啊 嗯 都是桃花版的豆腐脑 好吃是真的好吃 然后就给一份药 二小二块钱 可是主要是 它这个东西是得在其他地方没有吃过的东西 但是又很吃啊 而且又不难吃又好吃 但我觉得本地人不知道会不会来吃 反正好吃是挺好吃的 谢谢 还是鸭子好吃 这两个都好吃 我真的能把鸭子吃完 是吃那个串妹花式冰粉 大众点评的必吃榜 还有一个是这个 居婆婆手工冰粉 天向上推荐美食 你要选这个还是这个 那个婆婆已经在门口跟我们了 插着腰在等我们了 但是那家生意很好 我过去看一下 但这是2020壁起版啊 我们已经过去两年了 那你看看这个是天天向上几年 懒得走了 就这家了 这边的冰粉都是这样的 里面是很多泡泡的像口水一样 颜值很高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所以照片里的这个东西 我刚还以为是什么豆腐帽的 啊 我也以为是 这个要10块是吗 我想想 这个15块 这个5块 肯定是这个好吃 柠檬香 我感觉它加了蜂蜜 蜂蜜柠檬的味道 应该有 不然就真的没味道 嗯 肯定有一点点 好吃 马蜀冰粉 马蜀加进去很有嚼劲 马蜀加进去很有嚼劲 但其实这个也不难吃啊 也是很特别的味道 可以 massa 谢谢 110 1 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